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 花房的后面的墙壁缓缓朝两侧打开 面前豁然开朗 好 啊 现场珊瑚海啸的那喊声 终于换回了某个花痴 粘在蓝湛脸上的视线 我的天 什么情况 走过花房就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带 一望无际的风信子 在风中摇曳生姿 不对哪里来的人山人海 还有远处那个崭新的花墙前站着的人 一边是蓝启仁带着蓝西尘和江艳离 以及这姑苏蓝氏的一众宗亲 另一边是魏长泽夫妇 江丰眠夫妇 温宁温情 还有工作室里的所有兄弟 大家都笑意盈盈地看着 花房中连体音般的小两口 完了 尴尬了 被自家弟兄看到自家老大饭花痴 面子往哪里革 神经大条的某人 愣了好一会之后 才后知后觉地松开蓝湛的脖子 快速往旁边横跨了一步 没事人一般整了整自己的衣服 自我感觉站直了又是一条好汉 蓝湛 这 这真的是婚礼啊 嗯 我还以为 刚才是求婚和领证 都是你的临时奇异 想不到是蓄谋已久啊 嗯 我等这一天 等了八年 蓝湛 别人至少三天才能完成的事 你打算一天就搞定啊 别人新婚业才做的事 你不是八年前就做了 蓝湛并没有回答魏无信的问题 而是微微侧身 在他耳边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啊 蓝湛 你给我等着 等回去之后 我再收拾你 愿意向牢 看着想炸毛 又隐忍着不发的小金珠 蓝湛脸上的笑意更甚 嘴上答应得挺好 但脸上却已经写满了到时候 谁说是谁还不一定呢 魏无羡假装看不懂他的表情 牵着蓝湛的大手往前走去 这么多的亲朋好友在场 他可不能丢了面子 要支李明仪 要金贵优雅 要做一个称职的白马王子 等一下 要想走进婚姻的殿堂 哪里有那么容易 来来来 开始你们的过五关 斩六将 问题都很简单 答错了罚酒 答对了过关 刚刚走了几步路的距离 薛阳就带着几个人蹦塌了出来 挡住了二人的去路 薛阳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要知道 你小子可还单着呢 魏无羡看着几人手中的酒杯 毫无巨色 开口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是以薛阳小心他的秋后算账 放心 兄弟都把题目给你筛选过了 保证都是幼儿园级别的 来 我说一句 你答一句 两句过关 谁怕谁 放马过来 魏无羡往前走了一步 站在薛阳面前 与他面面相去 明明都是俊俏聪慧的少年模样 不知为何二人你看我 我看你的样子 总是莫名让人想到 某个动画片中的没头脑和不高兴 五湖四海 薛阳最拽 薛阳出手 鸡浅不留 蓝湛一脸诧异的看着面前两个 用眼神过招的阿呆和阿瓜 不明白他们之间 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 好 过关 薛阳大手一挥 指挥身后的众人放行 魏无羡一脸傲娇的迈着六亲不认的小步伐往前走去 那根无形的猪尾巴 几乎被他摇成了螺旋脚呼呼声风 魏兄啊 我的问题也很简单 果然 魏无羡还没有嗨色几步 他的二号死党就带人拦住了去路 有什么问题 尽管冲我来 魏无羡拍了拍胸脯 一副豪气盖云的架势 魏兄 你听好了 答得慢也算不过关 好 低调低调 这是聂怀桑在网上搜到的一些句子 感觉特别贴合蓝战和魏无羡二人 于是就照本宣科 看看他兄弟的网速 聂道驾道 不要掌声 只要尖叫 蓝战再次大跌眼镜 此家小金珠还有什么事自己不知道 他们兄弟之间的对话 无处不在的渗透着 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默契 魏无羡 我的问题就更简单了 只有一句 聂怀桑刚刚退场 江城就带着人杀了出来 甚至魏无羡都没来得及动地方 说 春风吹 战鼓雷 魏无羡喝酒怕过水 江城问得快 魏无羡答得更快 问一答间轻松过关 哎 我说 你们能不能增加点难度 这么多穷江玉叶在我眼前晃 我一口都没有喝到 缠我那是吧 某人得了便宜还不忘卖乖 一副因为没能喝到酒而恶万太息的模样 魏公子话不能说得太满 就让我 来给你加一点难度 金 金光瑶 你不是渡蜜月去了吗 看着面前的蓝路虎 魏无羡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兄弟的婚礼 别说是蜜月旅行 就是我住在ICU市重症监护士 也要立马出院 赶过来掺和一把 金光瑶笑容可惧地看着魏无羡 抬手示意背后的人把酒针满 笃定今天非让自己兄弟喝到不可 我这一关很是文雅的 就是 你和蓝二公子要急性做一首诗 或者是改一首诗也行 要求务必要有你们两个的恋爱诗 怎么样 要求不过分吧 你说呢 魏无羡咬牙切齿地看着金光瑶 恨不得上去咬他两口 臭小子 你当我是曹芝亚可以欺不成诗 啊 云响衣上花响戎 春风浮现露花浓 蓝湛看着身边灵动的小王子 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缓缓开口 作诗对他来说小猜一叠 哦 对对对 我有了 你们听着 云响衣上花响戎 春风浮现露花浓 若非歪国处相见 哪来天天夜里逢 怎么样 有才吧 嗯 蓝湛的一张俏脸 瞬间变得有些不自然 耳朵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既染上一层粉红色 别人可能不知道 那个天天是什么意思 可蓝湛心里却是清清楚楚 这个小家伙是什么话也敢往外说 别人口中的天天是名词 而他家小金珠口中的天天 那是绝对的动词 魏大公子 为什么是天天夜里逢啊 且白天都忙着上班 只有夜里才能在一块呗 魏无限得意洋洋的牵起蓝湛的大手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大摇大摆地向着纳赌 悬挂着他和蓝湛巨幅照片的花墙而去 走向他的亲人 也迈向自己的幸福 蓝湛 我爱你 生生世世 来生来世 魏英 我爱你 尚穷毕落 生死不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